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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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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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刚刚那个念祖兄提到 我们在学界是常常翻译成参审 英文还都没有一个很一致的写法 比如说mixed jury 比如说assessor 什么trial或什么 那个其实在大陆法系 德国 法国 很多国家有的 跟jury精神上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形式上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姑且称之为参审 那台湾我们现在是往大体的 往参审的方向走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些本土的调整 而且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 我们就姑且叫它官审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那个司法院也觉得叫官审 引起了一些批评者 就借题发挥说 只让你看不让你判 你就是去观光观光 这叫官审 我们知道他不是让你来观光的 他是真的实质的审判 所以有更好的名字欢迎大家提出来 那说不定将来立法院接受 我们都很都愿意 你欢喜就好 你叫他陪审 叫他参审都好 目前叫做官审 我们以下就叫官审 这个官审跟陪审参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或者它有什么共同 有什么最最主要的东西 这个我们稍微谈一下 一种理念那个模型式的讨论 那后面我们就谈具体的 我们司法院和行政院会宣送到立法院的那个81条的那个人民官审实行条例 为什么要要人民进入法院 为什么要给人民留一个位置 整体来讲 至少我们从专业的客观的 我们从宏观的那个数据 一些内部的考核来看 那些应该是没有太多主观的因素 你是逐年用同样的方法去调查的 整体的产出 司法体系是还过得去的 当然这就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自己跟自己去比的话 先就它承担的社会功能 就量来讲 从大到非常复杂的办几年 涉及到几百个人的这种大案子 判决书写上千页 到一页的半页的 甚至没有判决的 一些裁定的那种执行的案件 也算一个案子的话 一年大概有三百万件 司法体系 就是司法院以下的法院体系 包括法官 这个 司法事务官 法官助理 书记官 所有这些同仁 加在一万多人 我们对社会交代的 一年大概消化掉 进来出去 大概三百万件 不算少数 你去想想看 这三百万件 如果一半 或者是多少 是 法院消化不了 用其他的社会机制去处理 其实是很大的负担 大家在那里说了最后一句话 事情解决了 那我们另外从这个比较值的考核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率那个率的 比方各位看到 维持率 应该 在座专业的人士 大家都可以很快地懂 也就是说 我们在司法 决定 它的特色 就是它说的话 就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讲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是合法就是合法 他说违法就是违法 有罪就是有罪 那就是司法的本质 行政权 立法权 都没有这个本质 这个监察权 考试权 司法权是就法律的观点来说 最后一句话 那个人 那因为这样 所以必须慎重 所以他有一些除错的 控制的机制 就是审级的救济 各种的审级救济 进到这体系来 到最后确定 它中间是有一些排错的 除错的这个机制 那我们这里就叫维持率 就是有人不服上去了 上去说这个没错 那个叫维持率 从维持率 你可以大约看到它的品质 那另外像我们有个折服率 民众到我为止就算了 输了我也认了 我不上诉了 我不去再抗告 不干什么 这个叫折服率 那这些都可以看到 这个决定的品质 那从这里 另外当然还有就是 案件的词延 案件办案的速度 等等 有不少这种指标 是我们用来考核的 那我这里很快地 就各位给各位在这个讲义上 都可以看到一些统计 应该讲是在这些管考上可以看出来 是在进步 至少是不差的 而且你可以拿去跟邻国去比较 我们的法官是承担比较重的 他们经常周末要加班的 那这个每天工作时间也蛮长的 这个整体来讲 他们的水准是不错的 当然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我这里没有办法都拿出来 就是品德 敬业 这些东西 我刚讲的比较是偏重 他的专业的水平 那么品德什么东西 可能在一般比较不了解 会觉得法官拿钱 什么当事人走后门 那我想律师 在座也有可能有几位律师 大家知道 假如比较资深律师 可以做一个比较 应该来讲 这些风气是在改善蛮多的 在这些年 所以整体来讲 我要讲的是司法 在所有司法从业人员的 共同努力跟社会的压力之下 在法学院培养的这个专业水准 在不断提升之下 整体司法水平应该是还可以的 但是问题在这里 就是民众不信任他 民众对于司法的产出的 也许整体他不了解 可是可能报纸上 电视上一个个案 他就打了分数了 那这个血液喊双失命案 最近的什么这个案 都是社会关注的事情 不一定是一种八卦的心理 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 民众在他社会生活里头 一种很自然不平责民 正义感的发疏 这种可恶的行为 社会不容许的行为 为什么国家司法体系的反应是如此 那有的时候他对司法评价就这样来了 判得太重 判得太轻了 判得太慢了 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里头也可以反映出来民众的信任 这信任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在司法院每年都有固定的 那个做这样的调查 所以我把这个图加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比例是非常让人汗颜的 就是说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的话 民众不一定喜欢法官 但是大概会信任法官 那这个信任的比例 当然看你调查的方法 一般来讲 大概总是到百分之七八十 我觉得是一个最合理 最基本的 但是我们的在台湾做的调查 从来没有超过 没有超过我们现在看到 这百分之五十这个线上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历来都是如此 我自己做调查 在从做学者开始 大概在国内算是早的 经过七十四年 我做了全国性的调查 我自己都吓一跳 因为我做了很多 欧洲跟美国的相关资料 问卷的比较 我才去做这样的东西 你拿那个结果去比较的话 是非常低的 那时候我发表那个报告 说差点被律师公会告了 因为包括律师的信赖度 也在里头 法官更是不满意 但是我跟他讲 这种民众的信赖 信赖不表示他真正的水平 或他真正的社会贡献 但是信赖是一个事实 你应该认识这个事实 当这个制度没有信任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运转 他会有效率的运转 我们看这个变动 会看到他有几个交叉点 几乎你都可以在那交叉点 可以找到在那个年度 在那个做调查的之前 一些社会案件 常常或者就是一个电视的镜头 某某人坐着轮椅进法庭 第二天做调查 就说这是这个如何如何 或者一个儿童性侵案件 就会改变 那这些调查 你可以看到 那个这种浮动 是跟你司法 整个体系的付出 它的努力 不能相对应的 这也让我自己 加入这个三年半前 加入司法院以后 我自己在想 我们再不断地 闷着头做一些东西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说 你可能很努力地 增加了那个 维持率的1% 可是在外界 他还是不信任 你就因为一个案子 那而当他不信任的时候 整个社会要付出 很多很多的代价 你各位 很多家里有孩子 或怎么样 你有经验 孩子感冒的时候 送孩子去看医生 那个 回来第二天 那个烧没有退 他又换一个医生 可能他继续吃药就好了 可是他不信任的话 他就一直一直在折腾 法院也是这样 他可以一直上诉 一直上诉 其实当你对一个制度 不信任的时候 那整个代价是很大的 那你很多努力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必要 那因此 从这个想法出发 我大概从这个 一直都这样看 所以到了司法院服务以后 我和赖昊明院长 我们都有一个看法 今天的改革重点 应该不要再把全部力量 放在我们内部的 一些法律的细节 制度的细节 而要去注意 它跟社会的对关联 也就是社会怎么看 我们怎么去回应社会 今天应该是这个部门 用企业的管理的想法来讲 我们可能问题 不是那么多 在我们的工厂 而是在我们的行销的部门 让社会了解 法院在干什么 让社会了解 一个司法决定的意义 那让他认同它 就像我们在美国 在德国 在日本 在法国 在很多的国家 它的司法可以有效地运作 并不是表示 他的司法人员 比我们的法官聪明 努力 不一定 我绝对相信 不完全是这样 那更多的是因为 他们把法院的这个存在 把案件的司法程序 当成他生活的一部分 出现什么 我就知道将来 我可以到法院去 找到我的公平 但是我到了法院 我也知道 我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可能要找一个好的律师 然后我要跟他密切地合作 然后我要在法院里头 尽我最大的力量 然后法官还是可能犯错 陪审团也可能搞错 那我必须接受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合理的期待值 我有根本的认识 我知道法院是在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的呢 不一定是学校教的 就是在我的生活里头 口耳相传 在小说里头 在电影里头 在我从小的记忆里头 这就叫文化 那在我们的文化里 是排斥法律的 各位不知道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在儒家的文化里头 其实把法院看成 是一个蛮远的东西 在诸子自家格言里头 说宋哲忠凶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还是这个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也不一定说法官不好 可是最好不要看到他 所以我的调查 一直几次做调查 我们的民众 进过法院的没有 历次都没有超过20% 所以他对法院的印象 其实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因此今天 我们有各 所有条件都具备 台湾已经民主化 我们的教育 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水平很高的 社会也多元化了 社会的价值观 跟今天我们法律体系 所支撑的那价值观 无罪推定 讲证据 主义 这些所有东西 其实都跟得上的 不是那么遥远 只是我们还在躲着它 我们不愿意碰它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 万事俱备 直前东风 现在就是要打破 那个社会的障碍 让法院走出去 让人民走进来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政策 大概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今天我讲的是 让人民走进来这一部分 法院走出去 在他的公关上头 在他的将来的判决 写作上 在各方面 那我今天这个 人民参与审判是 就人民走进来这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距离缩短了以后 我们的司法的好处 司法的很多问题 大概都比较容易解决 那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现在把优先次序 放在我称之为社会化 那个司法要社会化 我们看到网络社会的出现以后 出现了占领这个华尔街 阿拉伯之村 可是各位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大量使用网络的时候 像台湾最早出现的这个 网络牵动的革命 而不是牵动的运动 是在台湾 而且是司法相关的 就是白玫瑰运动 那个时间比我刚刚讲 几个时间都还早一点 那个就是在 一个礼拜之间 就因为一个儿童性侵案件 就组成了一个正义联盟 然后上万人就走上街头 那更不要讲去年 洪仲秋事件 也是一个司法案件 多少 三十万人 二十万 所以今天司法要面对的问题 不是一个比较 我刚刚讲 我们在持续地走过去讲的 这样内部的一些改革 而是怎么样缩短社会 跟司法的距离 其实社会在我们现在这种 资讯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跳出来 他们已经把他们好奇 跟想要了解的心情 都表达出来 法院要做 就是把门打开 请他们进来 这事情是可以做的 而且如果不做的话 会有下一个洪仲秋的 三十万人在街上 会有任何一个案子 也就是我们的法官已经被训练 我们的检察官律师都一样 他们的专业已经细致到一个程度 一些指导原则 跟他的细致的规则组合出来的东西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非常精确 跟医学也差不多哪里去了 那到最后 可能所有专业人士都同意这里的判决 差不多就是这样 即使有一点点不公平 不过从宏观的看 历年来这一类案件 大概就这样判下来 然后教科书的通说 就是这样做 那可是民众 他不会管这些过程 他不会管这些细节 他只问结果说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儿童有没有违反他的意愿 儿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任何表达 显示他有没有违反意愿 你这法官恐龙到一个程度 会对儿童还要求 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违反他的意愿 儿童就是这样子 儿童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样 所以法官恐龙 这个帽子戴施了 那真正交给法官 下一个案件要怎么判 他还是这样判 因为法律就是这样 然后所有的程序就是这样 我这话是夸大一点讲 因为法律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让你把人性 让你把一些社会的观念法感放进来 我只是在说 这种冲突是每天都发生的 这种冲突同样存在在 其他的专业和民众之间 比方穿白衣服的医生和民众之间 所以我们也有医改会 可是医改会他们 医疗专业面对的问题 比我们要小很多 就在最大冲突以后 比方说医生你时间太短了 或者医生你写的诊断书 我看不懂 到最后大概妥协都是病人 因为最后说 你的病有没有病 你的病好了没有 是医生说的 而这医生可以虽千万人无往矣 因为它是一个事实科学 它是有可以验证验错的 法律不是一个事实科学 法律是一个规范 它是追求正义的 最终谁说这个案子公不公平 不是听医生的 像医疗专业一样 不是听法官的 是听民众的 这是我的看法 一个法律案件到最后 如果全部的民众都说不公平 即使所有专业人士都说 这个是符合法律的 那么这还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结果 因为这整个程序的目的是 要满足民众的正义感 我们教育这些专业人士 让他们非常逻辑 非常有系统地去思考 去追求最细密的公平 可是民众用它最粗的法感来回应 你也不能怪民众 你也不能怪这专业 你唯一能说的就是说 他们互相太不了解了 你要让他们在一起 那当他们一起参与一个审判 每一个民众 这一辈子有那么一次 在他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或者最迟的话 七十几岁的时候 他有机会参与 他整个看法就不一样了 那他参与了以后 他的家人就参与了 那他的邻居 他的同事就参与了 西方的有这种参与制度 现在全世界大概 应该有七八十个国家 有这个制度 成熟的民主国家 几乎很少例外都有 大概就是这样 每个人一辈子有过 一次 两次 三次的经验 其实那个经验 远远大于今天 这样两小时的课 当你有一次参与 大概有一整天 或三整天 或是一个礼拜 处理一个案子 从零到最后做成决定 你的那个经验 你对司法的看法 你的理解整个就改观了 你不要说最基本的 你知道法官在干什么 你知道中间 为什么要有鉴定的程序 你知道这个过程里头 检察官跟律师 他们互相在攻击 互相在这个攻防 这个对于事实的发现 有多重要 你参与一次 你全部都知道 那你也知道 什么叫做证据主义 什么叫做无罪推定 你也知道 今天这个被告 不是法律 法律就是要刻意地保护它 而忽略掉被害人 而是你知道 它确实在双方的攻防之下 你知道这些事实的认定 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是不知道的 而且经过这个过程以后 你必须去权衡 它到底哪一个人说的故事 是全对的 或者对了一半 那最后只有上帝知道 全部事实 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些 最可信事实做出一个判断 它是多么的不容易 然后我接受这个结果 只有当你参与了 你才知道 那这个成本可能很大 可是这个知道换过来 这个了解 这个认知跟认同 是没有对价的 这个是这个制度 让这整个司法制度 可以生根的 在我看来 现在是唯一的办法 你很多人说不需要 你只要装了那个网路 可以这样看 大家就去看就好了 或者是派法官到国中去演讲 或者怎么样 或者就发那普法的这些文字 书籍电影都不够 这些都不够 远远不够 只有这样子 你去让人民当一天两天的法官 他才可以 所以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要引进人民参与审判 因为我们现在建立了 一个难能可贵的 很符合正义的一种司法的程序 大体上符合正义的实体的法律 可是它的运作 结果因为不了解 不知道 然后也可能因为专业 自己的孤立 自己的傲慢 因为隔离 而没有让人民的法感进来 最后这个结果就是现在的 冲突 好像很多的引爆点 随时一触即发 台湾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也许会立刻反驳我 说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在美国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样 当他出来说这陪审团乱判 怎么样 没有人因此说我要把这个审判制度整个改掉 我要改什么 然后他不会因此改变他对司法的信任 因为他知道人会犯错 法官会犯错 陪审他会犯错 我们追求的其实是这样一个 让就是我刚刚讲 让司法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它是制度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境界 这里一个图 大家年轻的时候 都已经不知道 那个中间那一位是谁 Michael Jordan 可是后头那个大家大部分都不知道 小冲 这个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社会可以 不一定要喜欢裁判 我们可以喜欢运动员 我们喜欢像 李念祖这样的明星大律师更好 他是一个good player 可是 我们不能不信任裁判 他可能无名无信 可是他是整个司法可以运作的基础 如果职业篮球 职业棒球 像这样的镜头 不断地出现的话 没有人要看 因为你不知道 到底他们打的是什么样的球 因为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 所以你要假设 你要信任 这个三百多万件的案件 是在一个公正的机构 公正的程序里头进行 这是司法的命之所系 如果这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只有50%上下的话 所有其他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我的看法 那不表示我们司法是没有缺点的 我在做很多调查的时候 我们有些问题 跟在美国 德国答案是一样的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说 你觉得我们的法律 是不是偏向有钱的人 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都会赢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百分之七八十说有 没错 就是这样 在美国也是 在欧洲也是 这不是坏事 这个是正常 这是common sense 因为他有钱有势 他比较可以买到知识 他比较能预防 他可以避免犯错 这是正常的 政府尽可能的 让没钱没势的人 得到一些必要的正义的保护 像司法院 我们花了上每年投入几亿 七八亿再维持一个司法辅助基金会 让没钱没势的人也能得到 这是另外一个司法改革重点 access to law access to justice 但是司法永远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公平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司法它的程序要公平 司法程序要公平 那这个如果不被信任 你觉得里头是黑箱 你觉得这些人很恐龙 这些人太乃 有人叫乃嘴法官 娃娃法官 不懂 不明示灵 我们现在有的这些刻板印象 如果继续存在 司法是可以关门的 其实三百万件 他只是在做像一个松鼠在那里 打转一样的一个工作 他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到作用 所以人民参与审判有什么目的 就是刚刚这个图讲 让人民信赖司法 通过参与 通过参与它也可以反映 民众的法律的感情 让法官感受到 为什么一般民众普遍觉得 性侵案件的量刑要加重 那为什么在哪些案件 民众会比较同情被告 这些东西在人民参与以后 会有做一些改变 那很重要的 通过参与 人民知道法院在干什么 然后他至少确定 法院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司法是透明 因为从法庭的过程一直到进入法庭的平议室 官在那里 他跟法官一起做决定 全部是透明的 那么大概别的人知道 法官是有民众跟他一起做决定的 他也相信他 这个制度希望创造这样的效果 我们很快地说一下 参与审判有几种技术上的选择 那它当然是 不是根据理论发明 而是从历史上演变出来的 各位看那电影里头 英国怎么样那些武士 后来怎么样 最后他们想出来这样一个 由12个人民组成的陪审团 来做一个有罪无罪的决定 在那个时代 它是一个蛮好的制度 然后一路到后来 他也在英国 美国 后来到了法国 到了德国 然后再对变成一种参审制 它其实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不去讲它 这里这个图 这个表告 给各位看一下 它最基本的差异 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那个陪审 是法官坐在那里 然后12个人坐在 静静地坐在另外一边 他们互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们12个人听 看法官指挥诉讼 看检察官和辩护人相互的攻防 然后他们得出一个判断 三次最大的不同 那个人民是跟法官坐在一块的 人民跟法官坐在一块的 它的意义是什么 他跟法官是分享他的审判权 不是切割他的审判权 在美国 各位要有一个观念 当你是用陪审制来做 美国的trial 其实绝大部分 是法官自己做的 只有不到 只有各位数的 5%以下 是有jury的 有陪审 但是只要是有陪审的 这个审判 那个最主要决定权 就从法官转移到人民手上 是那12个人决定最重要的 以刑法来讲 到底有罪无罪 他就说 guilty or not guilty 就决定 法官不能说 不对 我认为不是这样 他说了就算 这审判权已经大权旁落了 这就叫jury 美国式jury 法官权力还是很大 他主宰整个法庭 程序的进行 维持他的公平 保护他的陪审员 没有这个偏见 能够做成决定 可是他绝对不去跟陪审员讲 你们要怎么判 他连暗示都不可以 他要保护他不受影响 然后这12个人 相互说服 做成一致的 有罪无罪的决定 这就叫陪审 那法官做什么呢 法官根据他的决定 来做下面的工作 如果无罪 就处理 是放掉了 如果有罪的话 法官就去查一下 这个过去的这个判决 的这个判例 什么这个法律 然后定他的刑 法官就做这件事 指挥诉讼 最后的量刑 但是那个 对于这个罪责的决定 是由人民来做的 那参审 是把审判的过程 到事实的认定 到甚至理论上 法律的适用 跟刑度的决定 就刑事裁判来讲 跟法官平起平坐 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 这叫参审 人民跟法官分享审判权 这在我们电影里 大家没看过 所以他们要坐在一块 一起吃饭 一起讨论 最后一起去做决定 甚至一起宣誓判决 我们现在是 往这个方向做 那这两个选择 是我们在做 决定要让人民 进到法院的时候 我们要选 那你不能说 我喜欢美国 我就选美国的 我喜欢德国 我就选德国的 这是没有意义的 重要是我们社会 比较容易接纳哪一种 我们的制度的成本 在做这样的制度 转变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效率是比较高的 这制度选择 在那个国家 成功制度 未必在这个国家 可以成功 如果你没有做好 这种刚刚讲的 成本效益的评估的话 它没有绝对的好坏 它只有 你是不是做了正确的 比较容易成功的 制度选择 那你要做很多很多的 背景的思考比较 我们这里给各位看的是 几个简单的图 这电影里头常看到的 这十二个Jury 静静地坐在这个角落 你看这个可能是检察官 或者是辩护人 在说服他们 在向他们陈述 那法官坐在这里 指挥诉讼 有时候把两个 简便双方叫到前面 再去对他们做一些指示 或者去做一些沟通 然后这些Clerk 那个书记官 或是直达员 这些人在这里 那法警 然后这里就是这个 双方的当事人 这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常看的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 小的那个镜头 就是在 布莱梅的地方法院 大刑事庭 他们是由三位法官 穿法袍的 这三位法官 审判长加裴席 没有穿法袍的两位 参审员 他们三比二 然后永远有一位 被位的 被位随时可以跳进来的 因为这个审判可能进行 要进行一个礼拜 如果到第三天 他就说对不起 老板一定要我回去上班 我非回去不过 我生病了 我一定要去挂号 我不能来 他离开了 他就不能再参加了 审判你必须全程参与 否则就违反了 直接审理主义 所以一定要有被位的 从头参与 随时可以跳进来 这个在我们国家的 现在的制度里设计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图可以看到 有趣的是他们坐在一起 然后这边是 应该是那个律师 坐在这边 这个是被告 法国的其次也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参审 法国人数多 非常多 比法官多 那德国的那个 第一审是 法官比那个参审多 现在日本 韩国比我们早几年开始 已经实施了 日本已经进入第六年 韩国已经进入第七年 都非常的成功 这两个国家 不约而同的 都往参审制去做选择 也就是 法官和人民一起来行使 共同行使审判权 它是六个加三个 韩国是五个 七个九个 通常是七个 看了案件 已经自白的 已经自认的 认罪的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案件 通常是七个 那是五七九 这样的一个 三个法官 那韩国有趣的是分开做 所以他们把它称为陪审员 可是就权力的分配来讲 它更接近参审 因为他们可以行使 所有法官可以行使的权力 所以他们日本韩国 他跟台湾 我们大概都是在学 然后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不可以复制的东西 你不可以像这个 我们这个电脑这样子 把人家的东西就复制过来 在这个社会就可以生根 因为它是高度文化性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专业之间 互相程式移动一下就好 每一个不学法律的人民要进来 你必须要适合这个 本土的人情观念 所以我的一个结论 就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参与审判 都必须量身打造 它不可能复制 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经验 那我这简单整理东亚 因为差不多都有一世纪的 法律移植的经验 所以这三国不约而同的走到这条路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 他们都民主化了 都高度的工业化了 多元社会 民众蛮成熟的 教育程度高 经济发展不错 然后他们的法律都是外来的 他们都有某种法律文化上的 一种隔阂陌生 不约而同的在21世纪 日本 韩国 台湾先后走到这条路上 然后他们也都自己去摸索出一条路 可以看到台湾我们作为后发 后发的这个国家 我们大量的参考日本跟韩国的经验 因为是非常新的 而且日本跟韩国还有另外一个 让我们不能抗拒的 就是日据跟韩剧 日据跟韩剧 当它出现了人民参与审判的时候 司法院已经不可能say no了 所有人会问说 到了法院以后说 我们的法官旁边怎么没有做人 除非你敢忽视日据跟韩剧的力量 这个也是玩笑 也是真的 日本跟韩国他们的设计都各有特色 然后我们参考他们 我们也走出自己的路 比方非常有趣 我这也很简单讲 在作息的安排上 在中间讨论的安排上 这都是美国的陪审制不一样的 美国陪审制在我们今年开的两次国际研导会 请了很多美国专家来 他们都非常非常好奇 在去了日本韩国跟台湾 他们去了基隆 看我们的模拟审判 看到除了人民跟法官坐在一起 这个不稀奇 欧洲也是这样 然后他们密切地在讨论 一起问案 他可以问案 跟法官一样问问题 然后开庭一个钟头以后 法官说休息 休息干什么呢 进去15分钟20分钟 跟他的官审员一起讨论问题 你们有没有听懂 某某第二号官审员 我看你刚刚很好奇 或者是皱着眉头 你是不是没听懂哪一句话 请你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有什么顾虑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日本 韩国学到的 韩国没有严格意义的中间讨论 他比较让他们separate 分开来 有一些可以请法官来 但是他不请的时候 法官不能 没有义务也不能去 但是日本跟我们现在设计 是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参考日本比较多 比较多 但是我们刻意地在评决的时候 又跟韩国一样 也就是说 在前面的审查 审判7日的整个庭审的过程 我们像日本一样 让他们五个人跟法官坐在一起 可是当最后辩论结束了 要进入评议的时候 在法官跟官审员交换 最基本的告诉他们 现在你们听了这么多 有这几项争点 你们要做决定以后 法官就退出去 让这五个官审员坐在一起讨论 这就是我们讲的 平议方式 这个我们跟韩国一样 是分开平议的 法官和人民 在这个审判过程 如何去安排他的互动 是一个最难的部分 制度设计上最难的部分 在今年 就是上个月吧 我们的一个国际研讨会 美国一个这方面权威 威尼玛教授 他来中研院开会 我们也请过来 开了一个研讨会 他的讲题就是说 如何让民众不受到铺天盖地的 外界媒体网络 街头相议的影响 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设计人民参与审判制度 各位去想象 这个问题大不大 今天不是刚刚有一个重大 受到注目 一个高财 台大高财生 杀了他的女朋友 这个案子要审判 街头相议 名嘴 报纸 电视评论 那他会不受影响吗 其实他什么事实都还不知道 他已经受到影响 威尼玛就在讲这个问题 然后再采美国的制度里头有 好多的制度去处理这个问题 最严重的情况 移审 移地审判 如果在这个社区讨论了很多 我要移到那个社区 另外一个常常做的 就是把他手机没收 电视不让他开 住在旅馆里头 不让他看报纸 这看起来很笨的办法 在有的国家 他可以injunction 叫那媒体不准报道 这个当然是很难想象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让人民参与审判 这个理想 要真正实践 合理的实践是很困难的 它可能会被外界的资讯 意见大量的引导 但是当他跟大陆法系的那种设计 跟法官做在一起 这些影响可以大幅地减少 因为他在跟法官讨论的时候 他会讲说 这个人好像很糟 他好像在网络上曾经表示过什么意见 他曾经如何如何 那法官就会跟他讲 那个在我们的审判过程中 这个根本不在我们的讨论 不在我们的范围 我们不能确定这事实 你最好不要去考虑这件事情 法官很快地把这个 可能mislead他 可能误导他判断的东西 就帮他扫干净 法官如果自己形成了 一个新政的话 他也可能有意无意地 去引导 这个人民的参与 这就是我讲的两难 mislead or lead mislead or lead 你要不像美国的陪审制 他最大的风险是被外界的资讯 mislead 那大陆法院参审制最大优点 是他可以由法官去帮他排除掉 这些misleading的资讯 可是法官自己变成最大的危险 他可能lead他去形成一个花瓶的作用 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法官 而是被法官影响的一个人 这两个危险 在这两个制度是刚好不平衡的 那我们在思考这制度的时候 我们现在设法是 把这两种影响降到最低 也就是让法官在自己 审判过程 他自己新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比较风险低的时候 他跟人民坐在一起 当法官的新政一定已经形成的时候 让人民远离他 这就是台湾将来假如这法案 照我们设计通过 不同于韩国 也不同于日本 也不同于所有国家 我们本土打造的一种设计 所有人民参与审判 都需要在这些地方细 小的地方要做很多很多的思考 你必须量身打造 我们想到人民参审 就想到陪审 让人民来决定 十二个怒汉 原来大家都决定 都认为是他杀的 有一个人觉得有点怀疑 最后他把所有十一个人都说服了 电影看完 每个人都荡气回床 觉得真是一个好电影 真是一个理性的决策方式 可是有多少案子是这样 十二个怒汉 然后有一个人很耐心地说服别人 我有时候在想 我们的社会 我们每一个在台湾人 从小孩子长大到现在 我们所受的教育文化 我们有多大耐心 多大的改变意见的宽容度 听人家意见的宽容度 相互沟通的能力 那不接受权威的那种性格 有多少 我有点担心 有点怀疑 有多大可能去做成 一个unanimous的决定 一个一致决 那可能的结果是 吵了七天七夜 也没有一致决 还有一个可能是半天就说 都听你的算了 我懒得跟你讲 这比较像台湾 那一个 吵了七天七夜 完了就是所谓Hungary 他就要重新来过 成本很大 所以陪审制度是有高度文化性的 我自己解释为什么 一路从印度巴基斯坦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当英国人离开以后 这制度就没有了 是有它的文化性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制度 当你这个社会 每一个人被新 培养成非常独立的人格 而且相互 有一定程度信任的时候 这制度比较容易运作 在台湾 我们民众不信任法官 他是不是信任他的灵人 当所有这个决定权 是交给十二个社区组成的人的话 你放心交给他 我们做了很多的问卷调查这件事情 我们民众接不接受这样的决定 其实台湾人不太接受 这个陪审制 电影里看很好看 看看就好了 在我们社会现在要做很困难 但是我也接受这样的信仰 我们有很多的律师教授 还是坚定的信仰 而且希望司法院也配合 做一些模拟 我们到目前没有这样做 因为觉得陪审最大困难 除了刚刚讲那个社会基础以外 制度的困难更大 以我们现在刑事诉讼法所采的 我讲一下比较专业的 就是我们采的不是纯粹的 对抗主义当事人进行主义 我们采的是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 所以还有起诉状 就是卷证并送 我们还有职权调查 还有传闻证据里头的例外 我们还充满了一些东西 是不适合陪审的 那这些制度要配合改 是要花很大的力气 不一定能够改成的 从很早我们就决定 我们从人民参与 怎么办 从欧陆式的参审开始 那也许有一天 我们可以走到陪审 那有很多很多条件 不一定具备 让人民跟法官一起做决定 这里头又有两种选择 一种这里就涉及到决定的程度 是一起决定 每一个人票数是一样的 还是让谁先决定 谁后决定 或者他的投票权的权数是不一样的 这里又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那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后 一开始是有人提到违宪的问题 就是说让人民参与审判 让人民来决定 或者跟法官一起决定 而他的人数比法官多 所以他实质表决权是大于法官的 也就是一天都没读过法律的人 他的决定权大于那个 以法律为业的那些人 这样的一个组成 是不是违反了宪法第16条 规定了人民的诉讼权的 正当程序的保障 那当这一些没有独立身份保障的人 来做法官 有没有违反宪法81条 宪法的问题还不少 那这个质疑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它也不是确定的 因为认为刚刚讲这些质疑 通过宪法的解释 通过国际制度的比较 你说它核线 也是很有力的 很有这样的说服力的 那最终大概都会是悬而不绝 有一天到大法官那里来说 所以我假如那天我还是大法官 我现在更不能讲 到底人民参与审判到什么程度 是违宪或核限 但是这个还不是司法院最重要的考量 因为这个制度 这个东西是一个未知的 最终是一个要 要让那个 司法院大法官来 来定 定夺的 在日本跟韩国 一个是采 跟我们类似的像韩国 就是法官有比人民更高的决定权 那日本是法官跟人民 有一样的决定权 这两种情形 他们在日本跟韩国 日本已经有 这个某种意义的宪法决定 认为这里没有违反宪法 韩国没有 但是几乎是通缩 认为如果让人民有决定权的话 可能违反宪法 是比较有利的学说 那在台湾 我们现在 这是一个还开放的问题 但是对司法院来讲 我们宁可从 因为既然是开放 我们不做这个考虑 而比较多的考虑是 让人民参与 重点是在参与 那到底 就像一个公司的表决权 你是用所有权原则 用什么 用什么样的原则 你要就你这个目的来决定 参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好多目的 让他更透明 更信任 让他可以影响法院 他的法感可以进来 让他可以学到 这些法院认知司法程序的本质 这里头大部分的目的 跟他的表决权是无关的 他的参与同样可以达到 那我们的思考 比较是这里可以看 在现在什么都不改的情况之下 这个审判品质不会改变 因为没有变 但是司法信赖 始终是一个 持续摆当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在低谷里头摆当 那如果你现在就跳到 一种欧陆式的参审 让人民比法官人多 他却有一样的决定权 像日本这样 那司法信赖也许可以提升 可是承判品质是不是一定可以提升 这里要有很多很多的 设计上要有很多很多的考虑 我们只能说不那么容易 但如果你让人民参与 让法官可以做最后把关 人民做了决定 法官可以说 你的决定有很重大的法律瑕疵 法律上不是这样的 那我学法律 我必须告诉你 不是这样 或者我的经验法则告诉我 因为这一类的案件 我办过一千个 我们三个法官加起来 我们办过一千个 这一类案件 我们的了解 这个几率不高 你们的跟我们认知是不一样 他必须把他不接受的理由 写在判决里头 然后他可以把前面 这个人民的多数的看法 可以拒绝掉 因为有这些专业独立的法官来把关 他的审判品质不可能比现在要低 那会不会高 我们只能乐观相信会更高 因为人民加入他的经验跟他的法感 他的判断会更精准 我们觉得让人民参与 而且有表决权 但是法官有推翻他的决定的权利 那是一个更理想制度 这就是我们讲的官审 那但是最后最终的决定 要采取哪一种制度 在我们看来 取决于人民比较容易接受哪个制度 他比前面两个都更具关键性 也就是说 你想得再多 再周延 如果人民看到他就不想接近他 就好像一个摆在桌上的一盘水果 他看到他就不想吃 那全部都白费 所以人民是比较偏好 美国式的陪审 欧陆式的参审 或者司法院设计的这种 比较温和的低度的参与 或者应该讲高度的参与 但是让法官做最后把关的这种官审 那你只能通过实践 实证研究 通过调查来做 所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 大家思考这问题的时候 有两派看法 包括了像当时的委员 黄国昌教授等等 他们觉得如果要参与 就是要完全的参与 就绝对要有表决权 跟法官一票等于一票 不可以有别的选择 很多人 包括法官 律师 检察官 民众都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也有人觉得不一定 如果人民参与 法官来把关 人民可能更放心地参与 人民的参与会觉得 我其实是希望参加的 但是我参加了我也不踏实 因为我一天法律都没读过 所以如果有个斗法律的人 他在我的眼皮底下 我知道他不会做 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我可以从他那 知道我该怎么做 这是我喜欢的制度 很多人觉得司法院 往这个方向设计更好 所以在民国一百年 我们态度是开放 我们把这个决定 试着看看民众的意见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调研 这个调研 另外刚刚提到的黄国昌教授 他也做这个调研 同时做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 就是中研院也做 我们问的是比较细的 我们问了很多 也问拒绝的原因 我们问说你比较喜欢哪个 这样太直接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 但我们接着问 如果你是刑事被告 你希望审判你的法庭 有人民参与 而这个人民的参与的方式 是让法官可以最后把关 或者你希望是人民参与 但是他跟法官是一起做决定的 你喜欢哪一个 那如果你是被害人 你希望你的案子 是由哪一种法院来判 如果你被法院找去 要去参与审判 你喜欢参与哪一种 这不同的角色 我们都去设问 然后结果都偏好都蛮清楚的显示 官审制是民众在现阶段 比较清楚的一个偏好 这是民国一百年做的 我们后来不断在做 就是委托各个民调机构在做 前面是委托学者做的 后面这个我们每年都做 那这个偏好其实是一直在拉大 那就是等于知道这制度越多 后来反而这偏好程度越多 那最后我们做的更重要 是所谓体验式的调查 也就是在我们的19次的模拟审判 一个真实的案件 然后再做 然后做之前做之后 我们做这个调查 让参与的人表示意见 然后我们做的模拟有两种 一种是官审 一种是参审 就是有表决 就这个一样表决权的 那最后平议的时候是坐在一起的 跟日本那个一样 如果是官审是分开的 人民先做决定 法官再做决定 就这两个后段的差异 然后我们这两种模拟审判 我们都做了这个调查 那这调查很有趣 它是远远的多数民众参与的 希望是官审制度 也就是说他们希望 最后法官可以改变 但是他必须给一个好的理由 当他说出好的理由的时候 民众其实更放心 我们过去有碰到民众参与的时候 他最后因为实际参与 他才知道这问题多复杂 这里到底是强盗还是抢夺 就是一线之间 强盗跟抢夺在我们的刑法里头 就看他是不是已经达到 致使他已经不能够抵抗的程度 什么时候是 这个判断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他说我可不可以不做决定 我们说不可以 你一定要做决定 很多民众觉得他不能做决定 所以当他知道 他必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但是有一个人比他有经验 比他有法律知识 他可以指出来 为什么他是错的 他宁可这样 理由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从很多调查显示 有人说这种参与 这个人民会被威胁利用 你觉得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 百分之六十人说有 有人说人民参与审判 他可能会流于主观情绪 你有没有这个担心 也一样有高达百分之六七十人 有这个担心 所以民众对于这个制度是 又喜欢也不是没有保留的 那这就可以合理解释 当你创造设计出来制度 是一种刚刚讲的这种温和式的参与 有一定的保险设计的时候 他们立刻跳到那里 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 被威胁利用几率是大大降低的 你威胁我干什么 法官做最后决定 或者我的主观 我的没有经验 是可能被纠正的 那这些人 可能在采参与审的时候 他非常不愿意来 他是抗拒的 可是当采官审的时候 他是愿意来的 就是说如果我做决定 法官可以不采 那我真的不想来 比例非常的低 多数的人反而因为 法官有这样的一个把关 他更愿意来 这个比例远远超过那个比例 这个我讲的是事实 是调查出来的事实 而不是想象 就是我自己一向的 一个相信的是 所有的公共政策改革 最后要建立在调查事实上 而不是想象上 你的信仰上的 这是我们调查出来的事实 那这个事实到现在的倾向是 越来越清楚 韩国也很有趣 韩国采这个制度 也是争议的很多 很多学者认为应该 已经做了五年了 效果不错 应该往前走 从官审到参审 结果调查结果呢 全部民众抽样的调查 60%的人回应说 他们认为现在的制度 应该继续走 不要变成跟法官的决定权一样 只有大概三成支持 现在可以往前走 那最有趣的是 他在问到 这五年中参与过的人 参与过就是类似 我们体验式的调查 你觉得现在五年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往前走 还是用现在制度 八成的受访者说 我们维持现在制度 是刚刚好 是符合我们韩国现状的 只有一成多的人 有经验的人认为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跟法官 没有一样决定权 所以这里不是你觉得哪个比较好 而是民众实际上的反应 在韩国显示出来 他们是这个倾向 那我们目前没有真正的实施 但通过这个模拟审判 跟一般的民调显示 在这个最基本的决定里头呢 民众的偏好还蛮清楚的 那这就是我们想的大概 那现在后面我给各位看一些图片 这个是比较早 我们在士林跟嘉义 一共做了16场的那个模拟审判 那最近加入了这个基隆做了一次 高雄做了两次 那个一共19场 那在士林 他们有布置了一个蛮大的法庭 你可以看到将来很热闹 前面坐了一排 这一共是十个人 就是三位法官 加上五位官审员 加上两位备位官审员 有一点太热闹了 刚刚念祖兄跟我讲 可不可以让他们坐宽一点 我也想目前是经费不足 那个椅子都调低了 本来法官椅子还蛮高的 现在可能也没办法坐那么那个 那将来会调整到 会是一个弧形的 日本是弧形的 我们现在只有在基隆那里 它设计出来 因为这都要花钱 目前这暂时是这样 弧形的法台有什么好处呢 它用余光就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是 他们其实是一起 因为但是这三个职业法官 他们是不需要的 他们彼此就是高来高去 互相默契很多了 可那几个是第一次来的 而且就来那么一次 那他是正经为座 很紧张的 这中间他有一些皱眉头干什么 这沈漫长用余光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哪一位已经进入 孟周公的状态 他立刻就可以休停 这个在日本韩国 我们学到这个 这个审判长负了很重大的责任 是要维持一个法官非常专注 而且进入的状态 要引导整个法庭变成民众 看得懂听得懂的法庭 假如各位今天有机会进到法庭的话 你们说好高兴来看 然后讲的全是中文 可是奇怪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因为他们讲的全部都是 专专业的用选专业的用选专业的那种套具 那将来人民参与了以后 这整个活动都会改变 在日本韩国最重要最可贵的变化就在这里 就像医生开始不写拉丁文的那个诊断书 他开始写中文 将来判决书也要改变 在全世界实际上实施的 它都是选择性的 那这个 我们现在是只选择刑事案件 民事行政诉讼将来再考虑 刑事案件里头 我们考虑重大的还是情节轻微的 那我们考虑到这个东西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跟社会沟通 起到教育的作用 起到学习 让社会关注 让法官借此有机会走 这个跟社会沟通 因此重大的案件有它的储疮的效果 媒体自动会关注会报道 我们模拟了大概 这个杀人的伤害毒品 毒品有一些达到这个 这个驾车 这个撞食人的 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案件 比较多 那谁可以来做 这也是重大选择 那这里 基本上我们是把美国的 陪审制很重要元素融进来 就是所谓的peer jury 就是同裁的审判 所以它必须是 美国人讲cross sectional 它必须是全民代表的 它必须是南尼老幼三教九流 从博士这个什么 有学问人到引车卖江泽之流 这个想法在日本韩国跟台湾 我们都是这样做 那很多人会担心 那至少它不能文化水平太低 那因此高中以上 那在台湾大概就快接近全民了 这个限制定23岁 高中以上 那如果我不想去怎么办 很多人不想去 在日本的调查 大部分人不想去 所以你可能要有一点勉强 因为否则的话 只有想来的人来 那个cross sectional的理想 就越离越远 但实际上他不能来 你能不能找警察把他抓来 大概也不会 全世界大概不会强制到那个程度 他会不会罚钱 可能有偶尔很少的 我们现在的草案是规定可以罚钱 但是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做 在其他国家 日本韩国到目前 也都没有真的强制执行 那所以你只好相对的 你假如这次招募 这个案子需要 大概找到这个五个官审员 再加两个七个人 你就估计大概不来的会有多少 有八成 八成来 两成不来 因为有急事 或者他就是不想来 那来的以后 会有一些人不合资格 或者有一些人合资格 但是不适合 就是后头 我们把美国这个陪审制学过来的 他有一些拒绝的理由 觉得他来做一定不公平 这个人耗酒贪杯 那我们叫他来审判这个酒驾 他同情心远远大于其他人 那诸如此类的 你看有没有办法在制度上 把这些风险排除掉 那这些都加在一起 你大概估算一下 也许你要招募五十个人 那你从一个大水库 就是在各个护证事务所 选举的名册那里去捞 捞出来我们叫大水库 一年的份出来 然后法院再捞 大概在去年的案件 捞多少件 然后到个案的时候 那个个案的法庭再去捞 那我们叫小水库 大概作业是这样 那最后他大概需要五十个人 来可能到了三十五个人 然后通过刚刚讲那些程序 最后选出了七个人 这个叫选任程序 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成本 当然各位都可以算出来 他的车马费 然后最后那个 即使没有选到他 你还是要给他车马费 来的人要给他日费 旅费这些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花钱的制度 当然还好 整个算起来 我常常讲 in the long run 长期来看 如果他可以换到信任的话 他的成本都值得 因为最后 大概很多人也不要一直打下去 这种官司 大概打到一审就够了 除非有法律的争议到第二审 再给各位看一些图片 这就是我们说选任的程序 选任前的一个说明 由审判长或者法官 来让大家 降低大家心里的不安 然后说一些最基本的审判事件 怎么回事 不要害怕 到了法院 如何如何 有一种轻松的心情 在这里头 就是个别训问 就是已经来的人 然后也填问卷 也已经有一些 不合资格的淘汰掉了 但是呢 个别的 觉得需要进一步问的时候 单独的在一个房间里头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头 法官刻意的不穿法袍 然后跟那个 官审员打成一片 然后这里头 有律师检察官在座 这位呢 是官审员的候选人 然后中间 大家就开始去问他 这就跟各位看到电影里头 那个Jura的那个selection 也是有这个程序的 问问他 你过去有没有跟人家打架过 看看他适不适合 或者问一些什么 这些问题 这个 这是一个训问程序 也给简便双方 各有三个不负理由的拒绝权 这也是从美国超来的一种制度 然后最后 再去抽选 就是说 如果通过这些程序的 如果有15位 那我中间只要7位 我用电脑来拣选 完了以后 他们就像一个公务员一样 做一个短暂的公务员 他们要有一个公开的宣誓 后面最重要就是 他们怎么去跟法官来进行审判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 是怎么样让这些人 融入这个 非常需要专心 然后可是又 你又很害怕 你听不懂 我刚刚讲 强盗 抢夺 举这个例子来讲 这都是我们都容易理解的概念 可是法律概念 强盗跟抢夺 有一线之间的不同 是不是致使他不能抗拒 那个叫做强盗 如果抢夺 你还有抗拒的可能 你一时的躊躇 一时的那个害怕 那个只构成抢夺 那个罪是不一样的 民众参与的时候 听了法官讲 有道理 立法这样的区隔 符合正义 可是具体的 什么样的事实是 致使不能抗拒 很不容易去掌握 他要很仔细地听 大概什么情况 然后来判断 这个案子 是不是达到这个程度 这个人 这个 很瘦弱的一个女子 身高一百四十几公分 拿了一把小刀 你面对一百八十公分的撞翰 他去抢钱 抢到还是抢夺 你去判断一下 在什么样的距离 什么样的场合 每个案子都不一样 那所以整个制度的设计 我们必须 对现在的 刑事述动法的规则 做微幅的调整 让他符合 这三个特色 这三个特色 时间不够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现在的案子 是切割地在进行的 来一下回家了 隔一礼拜 隔两礼拜 再来一下又回家了 那人民参与审判以后 全部是连续进行 否则没有办法 因为他跟公司 跟学校请假 大概就是三天 两天 五天 最多是这样 所以他必须连续进行 所以他前面准备程序 要做得很够 诸如此类 他必须让民众 可以跟得上 这个整个的节奏 所以你的很多的 这程序内容的呈现 要活泼 要易懂 过去大本大本的 那个卷证 在上头翻 轮流看 那个花时间 而且看了 也抓不到重点 现在在日本韩国 我们在现在做的 尽量把它数位化 全部扫描到那个电子 这种设备里头 这其实对简便来讲 是非常大的挑战 过去他面对法官 法官扳起脸来说 这个你不用讲 我都知道了 那现在他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面对的是 这些第一次当法官的人 所以他会拼命去讲一些东西 在这里头 我们这个案子 这位年轻的女律师 想出来用漫画 来这个引导 这个就像各位电影里头看到 我们的模拟审判 这个比电影还好看 这里特别可以看到 官审员也跟法官一样 可以问问题 这是让很多美国专家 很好奇 也有点羡慕 因为美国陪审制度改革 有一个重点是 现在有些州也开始 让陪审团可以递纸条 去问问题 原来的观念 陪审团绝对不参与这部分 他只能够听 然后做判断 完全被动 那参审的概念 它是跟法官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的那个官审员 他可以问问题 当然有时候 他真的问了一些 蛮离题的问题 那这时候法官可以指 承办长可以指挥诉讼 通常来讲 他会把那个问题在讨论 中间讨论的时候 事先跟法官沟通一下 大概就可以避免到这些情形 这个是他们在 模拟审判中间的讨论 就是到一个房间里头 大家就开始 这个花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刚刚听到什么问题 消化一下 免得越听越不懂 那这个是到了那个 平议了 就辩论终结了 退过去 这时候我刚刚讲 有五位官审员 自己先做决定 这时候推一位做主席 他们开始去讨论 记录下来很多事情 一件一件的来讨论 就这五个人官起来 他们自己做决定 所以不是只看 只官 只让你看不让你判 这个批评是空穴来风 在我们设计官人制里头 大概五个人 一定要做出决定 然后这个决定 让法官来决定 要不要接受这个决定 所以我刚刚讲了 人民参与审判 最可贵的是 法庭实质上 会变成一个 人民的法庭 真正变成 大家看得懂 听得懂 而且事情容易理解的 一个东西 它会起一个化学变化 这个在我们 这几年考察 日本韩国看到的 会有更多信心 就在这里 过去日本韩国 跟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全部是书政主义 这整个法庭 非常的枯燥 那这个现实情况 实际情况都改变 我们的事后的调查 大概都蛮正面的 这些数字 我就不去花时间 请各位自己看 那民众其实都希望 早一点实施 比例很高 非常高 所以到目前我必须讲 我们只能审慎乐观 各个政党明确表示 反对人民参与审判的 好像没有 但是反对官审的很多 那他们觉得 有的时候要陪审 有的时候要参审 但是呢 可能还需要花一点时间 在政党之间寻求共识 可是民众之间的意见 是在历次调查都蛮明显 这里要讲一个概念 就是量身打造 程序上也是要量身打造 你怎么样把这样一个 陌生的制度 引进到我们的国家里头 那我特别用这个 飞机的比喻 日本是非常有 不简单的一个国家 它这个制度 从1999年开始讨论 花了五年的时间讨论 通过立法2004年 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准备一共十年 2009年才开始实施 韩国倒过来 韩国一直到2006年 才通过这个法律 2008年就上路 一年多的准备 日本花了五年的准备 五年的讨论 我认为日本的制度 是一种长跑道高飞的 一种策略 因为它宁愿投入天文数字的成本 资金 宣导宣传训练 模拟 让这制度稳稳地 然后一次就做得很好 但是这不是所有国家都做得到 需要很大的耐心 国会也要配合 各政党也要配合 然后做到 韩国不是 在一种热情之下 鲁武炫总统 他花了一年 法律通过 准备一年就上路 但是风险很高 这样一个制度要避免失败 我称之为短跑道低飞 它是采一个所谓的up-in的制度 就是让那个被告选择 要不要行官审 由被告来选择 所以大部分案子他不懂 他也没有选 或律师劝他不要选 或怎么样 那案件控制得非常严格 所以他第一年 全国只做了六事件 这个是在我们看来 大概是不及格的 就是这个是太少了 那显然他们是高度选择 以避免出状况 都是选择很简单的案件 所以他们平均一个案件 花多少时间 各位大家也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案件一年一天结案 就是事前当然 有非常常准备程序 但是审判其实开始到 平易完成 到最后判决 立即宣判一天 有时候实在弄不完 弄到半夜 有记录到第二天早上 但是你问韩国人说 为什么不开 连续开两天 第二天再来 他们说我们宁可这样子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们怎么做到 因为我们有高利生 当然是开玩笑的 但是民族性的不同 也是这样 日本人就没办法这样做 他们大概平均一个案子 平均三到五天 这个是不同的策略 那我们现在的策略 也很特别 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我们采事刑条例 用三年适行 少数法院试点的方式 让他可以集中资源 因为我们人力有限 而这是耗费很多 你比方这个法院 要行官审的话 这法院的法官要加人 要花钱进去盖 盖这个法庭盖什么 那以我们现在来讲 事刑事点是比较务实的 那也配合着 让法官来把关 这里比较没有平等权的问题 我们的官审是一个理想 但是在我们看起来 是一个恐怕是必走的路 那最终我们已经是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 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我们的生活 几乎所有部分 都跟法律扯到一起 那最终我们也很高兴 所有的冲突 可以有一个地方 用法律 很中性客观地解决 它不一定都符合 所有的利益 可是它可能是唯一 最能解决的 你现在不再通过道德 劝服 通过宗教来解决这些问题 司法已经是不可替代 可是我们始终在远离司法 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 关注司法 然后开始非常批评的态度 去面对司法 这个是不健康的 你必须用一个正常态度去 了解司法 接触它 你也知道它的极限 然后你可以接受它 这是我心里想 我们必走的路 那我认为让人民参与审判 是可以把司法 跟社会的距离拉近 把司法变成生活的方式 好 我就讲到这里 请欢迎各位提问题 任何尖锐的问题 我都欢迎 如果还有不足 欢迎各位上我们的网站 不好意思 想要请教一下 对于这个人类关系 还是有点不一定的 就是说我们先 不解误论就是 先把第16条 说我们的网站 讲关于法官生办网站 或者说依照法律 它读意诊判 我们先不谈它 我个人认为说 依照我们法律人来讲 我们花了四年 我们学习一个法律 它的一个构成要件 原理原则 以及我们所谓的 我们可能是法治人权的精神 那但是如果假设 我们今天的整理官审员 他先对这个部分他不了解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的 非征服务计划 准备拉近的情况 他到底是 他是以杀人的故意 或者说可能是因为重伤致死 或者是过失致死 那以及他的一个 比如说犯罪后的一个态度 那这个体面可能会牵扯到说 可能在诉讼工房上面 他不是正经负或经负权的形式 或者说可能有诱防 或者说其他可能一些行为 诉讼上工房的行为 可能会让这些官审员 就说比你这个人态度 怎么那么糟糕 那导致说整个情绪面上来讲 会对这个行事被告 有所不认为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再来就是说 陈鲁副院长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可能法官 他必须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他必须要去侵判 他也必须要去观察这个官审人 他们的一个 可能有知己上的表现 是不是有任何疑惑 或者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他要教育他们的一个法权的知识 那这对法官来讲 是不是就是以可不行之中 他们的案件量 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个 一个拖出来的工作 他必须要去确认这种东西 那再换另外的方式 OK我现在跳入到在法官的身上来讲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常常有些所谓的乡民 他们习惯着所谓用一种 比如说见堂犯案 比如说每个人他自己心里里面 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但是这个看法 其实我们非常能了解 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疑论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个法官一种判决出来的东西 是跟我们的乡旗带子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今天叫的是法官 而不是一个人 你的心虚面对一个问题 那如果假设是说法官他遇到这样问题 就是说依照法律的部分 应该要如何去做一种判断出来 但是现在社会的民风民情舆论 我允许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他们就认为是法官 会不会法官在这某种程度之下面来讲 他也不敢做出一个 所以依照法律的建筑 谢谢 我觉得你的问题很好 几乎就把这个 我们现在刚刚所讨论这些事情 它呈现的所有问题面向都谈到了 我们之所以要有这个制度 就在于你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乡民社会 键盘办案 我们有52频道什么 那个有一个电视法庭 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 但实际上我不认为他没有这个权利 我认为他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确实干扰了我们对于司法的正确的认识 可是你必须让它存在 然后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样的 当他进入了法庭 我们把人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让他进入法庭 他让原来法庭运作的方式 起了太大的变化 变成很大的负担 那这都是问题 你说这问题不存在 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在 真正在处理这个事情 这些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在就是前不久 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那个国际会议 那个刚刚提到Vitmar教授 他有个得意的弟子 台湾去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博士生 跟他一起发表论文 他在中间我们俩 我们有机会讨论 他就说 舒服院长 我很坦白跟你讲一件事情 在我接触到的法官里头 对于你们这个制度肯定的不多 多数是怀疑的 而且很忧心 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们怎么处理 我说谢谢你 我也知道这个情形 我们现在会把主要的重点 放在民众这部分 那实际执行的 简便法官 还有其他的司法人员 同样的重要 可是我会反而认为 法官是我最不担心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法官的训练 他本来面对制度不断改变 他都有一定的调试的能力 当然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 特别大的负担 他们很自然的反射是 能够不要最好 所以他如果没有抱怨 没有怀疑 我才觉得不正常 他会 但是我的经验会乐观是在于 当我们现在开始有两个到四个 士林 嘉义 基隆 高雄 四个法院开始去接触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个责任都丢给法院 就你们自己去选案子 你们自己去设计 当然我们负责协调 你们可以去问前面 士林法院怎么做 怎么写那些稿子 怎么去设计这个审理计划 怎么去做 你们自己去想象 自己去想 看那个法条 自己去做 你们可以去 我们帮你们协调这样 然后他们真的跳进去做 以我们的法官 检察官律师的表现 会让你感动 他真的把它当一件事 好好地做 其实也没有工也没有过 他们真的在做 在做的过程里头 他们也开始在思考 这件事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每年我们送 在参与事情的法官 到日本或者韩国去看 那里就不是模拟了 那是真的 真的是这种官审法庭 参审法庭 他们去看 他们不会演给我看 这是真的是一个发生的 一个杀人案 一个毒品案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他们怎么样去跟这些互动 然后最后怎么做成判决 每一个看完回来 然后我们在开检讨会 新的报告 没有例外的 就两个字非常感动 就说法庭真的可以 这么样地变成人民看得懂 听得懂真的这样子 累也值得 这就是在日本韩国 他们的那个调查 发现的结果 就是问那些法官 你们觉得真的有帮助吗 他们会说 当我们看到民众出去以后 一直在感谢说 我这一生有这个经历 我不知道修了多少功德才做到 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 然后我学到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程序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我来的时候我很不情愿 可是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那个法官说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我做的都值得 实际上很多法官后来表示说 在跟民众互动过程中 我真的感受到 我过去的一些盲点 有些思维 他们问的问题是我没想到的 他真的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我怎么忽略掉这个东西 或者是他跟他讲说 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 几个人一起众口同声地说 这件事情怎么样 他才感受到那个严重性 所以我们专业的法律人都知道 法律是有不确定概念 有所谓的评量空间 这些东西都有 这些都是平常就是由法官自己去填 填进去的 这个什么叫滥用 什么叫不当 什么叫致死不能抗拒 很多这种概念 法官自己就在他的圈圈里头 可是当有人进来以后 这个过程里头 法官会觉得值得 所以一方面民众的那种回馈 就是说真的告诉你 我了解司法了 不是外头讲的那样 很多人说我保证我回去帮你讲 不是这样 那法官就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 那个法官现在苦闷得不得了 因此等到他觉得他做的是一件值得事的时候 他其实愿意花这些力气 我是这样回答那位那个博士生 他也接受 因为我讲的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在中间一直到各法院中间一直谈 我觉得我不需要多讲 讲的也没有用 但是当他们加入参与以后 没有例外 因为法官的本质 其实他希望这件事好 而不是前面他会怀疑 我一点都不觉得什么不对 他当然会怀疑 他会有顾虑 可是他不会一直这样 那我们在日本韩国看到经验 大部分是正面的 大部分 不能说全部 所以刚刚你 您的那个怀疑表示你很诚恳地从你现在的角度去看 那我觉得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也邀请你去看我们的模拟审判 等到如果法律实施 你恐怕就必须适应这样一个制度 那时候你再来评价 也许你还是这样的看法 可能你会改变 不一定 谢谢你的问题 如果各位对这制度有任何想知道 而没有人问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到司法院 或者是写信我们的网站上都也有 谢谢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